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朋友是特別喜歡咬冰的呢 說的不是毒品的冰 而是在雪櫃裏拿出來一塊塊的冰 其實在醫學上喜歡咬冰都有解釋的 很有可能這位朋友就是貧血 而且很大可能是缺鐵性的貧血 如果想確認是不是真的貧血的話 還有其他症狀我們可以留意的 譬如說這位朋友是否真的很容易累 或者上兩級樓梯已經喘氣 很難集中精神等等 如果看這位朋友可以看什麼的症狀呢 我們要留意他有沒有蒼白的症狀 其實人的皮膚膚色有些是黑一點 有些白一點 很難做過界定的 但是唯一一件事是每個人種 他的膚色都是一樣的 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眼皮裡面粉紅色的位置 還有嘴唇裡面粉紅色的位置 我們可以留意這些位置 有沒有蒼白的情況 當然啦 如果想真正確定有沒有貧血的話 我們一定要第一時間看醫生 還有去驗血才行的 如果有貧血的現象的話 記得及早求醫啦 喜歡Dr.Market小錦囊的朋友 記得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按下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什麼時候出新片 記得Subscribe my國家頻道 再見吧 大家看